大家好 我是定傳媒社長楊毅潔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了曹新城 曹董來定傳媒接受我們的訪問 曹董好 曹董好 因為我們從那個之前 之前我記得那時候你有接受電視台的訪問的時候 有特別提到說香港反送中這件事情 因為那時候你正好在香港 是你態度轉變的一個最重要的一個原因 就是你那時候看到就跟流氓政權一樣 就有打人這些事情 但如果我們從這個轉變來看 從一些事實來看的時候 又覺得有一些東西讓我們覺得比較好奇 就譬如說8964的時候 8964那個不只是打人 那個是基本上就是在殺人這樣 那8964這段時間之後大概1990年的時候 你們的態度是比較支持西進 沒有 其實 沒有嗎 那時候不是支持西進嗎 其實89年以後我五年不去 沒有去中國 後來是有朋友拉著我 說去大陸 後來是見一下那個江澤民 其實我 我基本上對 我對中國當然是希望 希望他們改革開放 真的能夠後來慢慢轉為民主 對 你 誰都這樣希望嘛對不對 是 希望能夠改學歸正 有沒有 發現他 發現他二根性不改 對 二根性不改 沒希望 所以在那個中間你要知道 那他們有人說 你看你跑去大陸投資 後來我也被告嘛 其實不是講 大陸投資 2000年前後啊 他們給了很多優惠嘛 要吸引台灣去設廠 第一個設廠不是我 是王文楊 王楊跟江青明的兒子江明衡 成立個叫做什麼紅利半導體 對對對 第二個就是那個中興的張魯京 在台灣廠賣個台積店 跑去那邊 現在還在嘛 對對對 那時候我們聯電有一個廠 有些人說 我們也想去再創一個新的事業 那我攔不住他們 我說好 這樣好 那我就順水推舟了 說好 你們去 不過我們不能投資 因為投資違反規定 可是前期設廠找資金 我可以幫忙 以後我們策略聯盟 適當的時間可以把它再併回來 那我當時想說 好嘛 有一些離職員工去大陸 那我們可以藉著它 我們了解大陸的發展和虛實 對不對 那如果有些大陸什麼 又會有條件 我們也去吸收一點嘛 對 總之你去了之後 對它那邊是有一些影響力嘛 對 這個背景這樣 比如說我那種很輕忠 那個都是誤解 誤解 所以你那時候沒有吸進這個 因為我在找一些資料的時候 發現說你在那個時間點是比較 90年代的時候是 90年代跟2000年初期的時候 你是比較支持說企業能夠吸進 也沒有 其實我 一直不是這樣 一直不是這樣 就這樣做姻緣嘛 我有一些員工要去 離職員工要去 就好 那要互相幫忙 我個人跟聯電一毛錢 大陸投資都沒有 到現在為止 從以前到現在都沒有 沒有 所以人家說你在大陸賠了很多錢 所以恨共產黨嘛 我說八道 所以你也沒賺到他的錢 這樣 我沒有賺到他的錢 所以你恨他跟錢都沒有任何關係 這樣 愛他跟恨他跟錢都沒有關係 完全沒有關係 那個太 看我太low了 我說這個就好像說 你看那個去年底有個那個 有個 1歲的小孩叫凱凱嘛 被虐死 虐死過程很殘忍 把他拔指甲是嗎 看來我也撐氣啊 對不對 這叫義憤嘛 我也是2019年看 那個 共產黨這個搞流氓的打香港市民 我生氣啊 這叫義憤嘛 那為什麼 那可是你八九的時候也沒有那麼義憤 八九呢 我們其實不清楚情況 當然我也沒有在北京 對不對 到底什麼情況我們不知道 你比較相信眼見為憑 這件事情 對啊 當然我也沒有在北京 對不對 那那個 而且 他們那個民運背後是怎麼回事 也不知道 其實那時候 現在慢慢的 事後看起來 很多那個 連 連那個老外 老外 後來為什麼八九了以後 還幫他呢 老外認為說 那時候如果大陸亂起來 可能對世界局勢也並不好 是 對嘛 所以這個看法的問題 不過在香港是 完全你受不了 為什麼 香港要150年 英國人 好不容易培養出來一個 充滿了自由 法治 而且 勵志也很清廉 你怎麼 就把他這樣破壞 你那個 怎麼可以 叫流氓來 棒打一些老百姓 這個 這個 這個不 我說不可思議 我說 我氣壞了 我說 我說馬上要回台灣 不能讓台灣說 面臨到一樣情況 就不要說你看到凱凱被拔指甲 是啊 你一定會 你不希望這種事再發生啊 是 對不對 我們今天本來那個節目裡面 還有安排一個 一個題目是說 那個 請曹青城批評一些人 那個 但 曹董為人心善 所以他不想要對這些人 做太多的評價 但我們覺得說 這個 他不想要批評的人 我們來看看說 一些人家怎麼批評他的 一些內容 再看看這個 曹董對於這些批評 有沒有要做一些 任職座山上的一些修正 聽聽看 這個是我們找了一下 就是說 這個 吳子佳就說 你老了 身上一堆錢 只能夠跑掉 打仗的時候啦 可能是這些人 這個 開始就誤導了 現在在打仗啊 現在就是打仗 這是打仗 2018年 班尼的修改向 就進到宣戰 這些都是 沒有 沒有煙消彈火的戰 他有心理戰 輿論戰 認知戰 法律戰 一路在打仗 我現在在硬戰 說什麼 我跑跑那去啊 我新加坡護照我有 我放棄 像不是大家知道 全世界最好用的護照 我不用放棄 我拿回台灣護照 對不對 我跑什麼 這個就是 胡扯 胡扯 重點就是 吳子佳胡扯 這是他說的 告的話告他 我認為司法這麼堵塞啊 所以應該除罪 像 誹謗罪 要把刑者拿掉 直接告民事 因為我先告他 告刑事啊 他根本不在乎 是啊 我如果能 刑事拿掉 告刑事 我叫他賠個疑 他就怕了 對對對 大家都以為說 刑事好像比 民事兇錯了 其實很多的東西把刑事拿掉 釋放一大堆的司法資源 反而能夠達到公民正義 對 那 這個 曹董捐了31住國防 就是說 根本就是給民進黨搞認知作戰 外審假獨派 這個 這個之前我們剛剛提到說 陳水扁有講說你是 這個天上聖母都不會原諒的人 這個 這個蔡正元我是這邊給的建議啊 是 叫蔡歪元 是 他實在當不起這個政治 是 而且你知道 他是 一審被判刑三年半的罪犯 對對對 他竟然為什麼 而且被限制出境 他竟然為什麼還在那邊活邊活掉 就是因為司法癱瘓 不然老早關進去 所以這種人講話 就是我們看一個人正不正派啊 孔子講的嘛 每個人都說他好這個人可能不行 相怨嘛 這種歪勾的人罵我 就是表示我是正派的 OK 還有 這捐三四億很多人在那邊 他們在那邊每天搞 說你捐了沒有 這個捐三四億是捐不是丟 OK 不是亂丟 對嘛 不是算做事情 不是算算丟掉 對不對 那我有沒有捐啊 那你請問啊 那黑熊學院我捐啊 對不對 那別的不說啊 那個 還有一個 一個老美拍一部片子 講台灣的 叫看不見的國家 Invisible Nation 我也捐啊 我那天捐捐50萬美金 捐了很多啦 所以 可是 你要問我說 捐給誰 我當然不講 對不對 公開的我講 不公開的我當然不講 對不對 所以這個 所以每次公開 你捐就捐了沒有 真是煩 對不對 一毛錢不捐的人 每天問我 捐錢沒有 這是什麼話 這個 所以有些人說 捐我說 你如果是有捐一萬 我跟你講 我十萬捐哪去 對不對 你一毛錢沒捐 你憑什麼還問我 對不對 對不對 對 蔡外園 好 很多東西 實際上 要看有沒有意義嘛 對對對 比方說那個 我們那個 中華民國外科學會 在新 在芝加哥 有個展廳 是中華民國 展廳的 那時候裝修 我說 500萬 我都 都是 對 都是為了要認知作戰 所以說 凡是所有 讓外界了解說 台灣不是 中國一部分 我都會捐錢 對 就是這樣 以曹董的能力來講 這31 只是那個 捐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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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懷疑 這件事情不用懷疑 我們看下一頁好了 還有這個王黃威也批評過你 就是說你這個 兩次離台是到底有多愛台灣啊 第一次當然就是講到說 那個 放棄台灣籍 跑去加入這個新加坡籍 就為了 為了減稅 為了錢 不是 不是為了錢 我今天講啊 22年我還是新加坡國民的時候 我交給台灣的稅 超過20億 22年的時候 你還要繳稅給台灣20億 當然啊 我是 我是這個 等於23年 辦手續辦完了才把新加坡國民放掉 23年我是昨天沒有國民 我繳了20多億的稅 這是亂講的 亂講 什麼叫兩次離台 對啊 第二次就講說你疫情期間 就說疫情期間 你沒有留 疫情台灣那時候有一段時間很嚴重 然後那時候你跑到美國去了 台灣也在陷入這種危機的狀態的時候 大陸如果突然打到台灣來的時候 老潮一定先跑 大概就是像這種樣子 對不起 我那個 你不是這樣 我那個 我其實每年 疫情期間那個時候 半年都在國外 半年都在國外 可是我現在呢 22年 3月回來 現在沒出過國 是 他們這些傢伙都不知道去哪裡 玩過幾遍 我沒出過國 是 那 離開新加坡 去相坡國 已經是講了 我為了催生那個訴訟法 罵了台灣的整個司法 罵很厲害 後來我無罪之後 相互朋友說 你 你來我們這裡啊 免到時候 有蔣官隨便找一個麻煩 一個案子就搞你8年 兩案子搞你16年 你何必呢 我說也對啊 對啊 我就到新加坡去 所以 這個都是有理由的 所以去美國其實不是說 因為疫苗的關係 是因為 你本來就常常去美國這樣 我在美國有房子 有兒子 有孫子 我 是去探親啊 去探親 對 在講什麼東西 好 那個 而且那個 這個 當時 二零 那是二零二一年嗎 二零二一 二一年台灣沒有疫苗 對對對 很多人去打 後來還被罵 對對對 特權疫苗 他說他只能給醫護人員打 對對對 很多共產黨去打 我說我不能打 有人說要不要打 我就不能打 我去美國打 因為美國疫苗 台灣沒疫苗 我不能夠 我不能夠 搶醫護人員疫苗 就是這樣子 但是 他們這些人 一定每天在那邊想 用特權去打疫苗 那時候 那時候有些企業界 跟一些政界的人 用特權打了疫苗 對 我沒有 我拒絕啊 我到美國打 美國免費了嘛 幹嘛在台灣搶疫苗 對啊 那這個是謝安斌 韓濱他說 這個王威是很惡毒的 你看 真會這個 真會這個 見鋒插針啊 國字罪名 那個 韓濱呢 韓濱他是講 這個叫說你是狼心狗肺 老了就不 這個 為國犧牲這件事情 因為那時候有一次 你講的說 那個時候被設計 對 那個應該是他們那個 我認為啦 是中共在那邊統戰派的人 那時候我們在搞一個研討會嘛 他就插了跑路 他說 你為什麼叫年輕人去犧牲 不要怕犧牲這件事情 我說 為國家犧牲 年輕人該為犧牲 當然就為犧牲嘛 是 就是 為國家應該時候 就應該犧牲 這沒什麼話講嘛 他們說 你看 你 叫我說 叫年輕人為台獨去死 這哪回 這是扭曲啦 對 那我現在就講 我現在為台灣是在做犧牲啦 我說我本來 我拿西方部過去 到處遊山玩水 我根本不可以 不管這個事情 對不對 你說遊山玩水沒錢嘛 對 所以 所以這個 我才做犧牲啦 對不對 是真的有在為台灣做很多的奉獻 對啊 他們每天罵你 每天罵你 你說為什麼 他們要罵我 因為看到說我在抗公法臺 這些傢伙啊 認為我是 中共吞併台灣的主力 所以要罵我 就這樣 不然的話 不然的話 我捐錢出力保護台灣 為什麼要被罵 就因為他們不想保護 他們想摧毀我 所以 對 沒辦法 來這個最後一個 來這個 費鴻泰 講說你的朋友 郭台銘 比你強一萬倍 嗯 郭台銘都有捐這個疫苗 他就講說拿錢出來捐疫苗 那草新城有拿錢出來幫台灣人買疫苗嗎 好 那乾脆我拿錢出來幫美人蓋廁所 好不好 好 好 這什麼話 那 問題是說很有趣 他們常常講說 郭台銘逼 強要賣 我說郭台銘跟我零居 我是零他一萬倍 初一二還五千 然後不錯 而且 然後老師們說 你是張宗某手牙敗將 我說 張宗手牙敗將也不是什麼難天的事情 總會有人敗 做第一 總會有人做第一做第二 對對對 真的什麼好罵的 所以這些人基本上 罵我可以一句話 就是他們 我的抗共保台 愛了他們的事情 別的沒有理由 罵我幹什麼 曹董至少讓很多其他的一些名嘴 跟一些政治人物還有工作做 因為可以罵你 可以 靠著罵你也可以活下去 跟我面對面一個都不敢來 真的嗎 你不然約他來 有些還沒隨便來 隨便來 兩個月來 以前是我同事 我現在是叫他來罵你 可以 叫他來 我們現在敢來 好 好 那個時候我記得 在 對 就提到像你剛剛提到說 像 你最好之前辦公投這件事情 那 那時候是一個和平協議 那時候你有提出一個和平協議的概念 沒有錯 我不是和平協議 就是一個程序 程序的處理 他說每天講要和平統一 和平統一 可是他不知道什麼叫和平統一 對不對 那你教他嘛 和平統一就是你遵守 第一個遵守我的獨立地位 第二個你要尊重我民眾的主權在民 對不對 我是想教他這個程序 對吧 那不是說我贊成統一 我根本就不贊成統一 因為我在阿扁做國社顧問的時候 我就跟他在總統府做了一個報告 那我在講說你看 二戰以後這個文明已經完全改觀了 我們這個二戰以後這個 以前農業時代 長達一萬年農業時代 沒有基地成長 既然這個我就要把這個拿出來 這個 還有今天有準備道具 不是我這個 我這個圖到哪裡都要講 好像這個 這好像耶穌傳道一樣 這一定要講 是要講你的那個 山河流域嗎 不是 對 對嗎 來 要不要我幫忙 可以可以 好 你看 這個 有看到 這一萬多年的時間 人類社會沒有經濟成長 可是 18世紀啟蒙運動開始 19世紀有工業文明 開始成長了 二戰以後一飛沖天 一飛沖天 那麼 二戰 你看我們1950年 台灣的個人國民所得 只有一百五美金 現在超過三萬多 兩百多倍 就是這樣 從天 那麼 這個當然就是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你 科技經過 十七世紀 十八世紀 十九到二十世紀 二戰完之後 科技的能力 除非猛進 我們可以用科技能力 無中生有 點石成金 所以才起來 你看這個二十年前沒有 對不對 那那個 1960年以前 沒有噴射引擎 對不對 那現在又要進到什麼 AI了 對不對 又進到什麼 這個機器人 汽車也會自動駕駛吧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要不要瞭解 1945年 二戰結束 以前跟以後是兩個 完全不同的世界 這個是我大家要講的 所以可以說在 中共他們很多 或者中國文化 搞什麼 中華文化的 大部分的思路都停在這裡 跟不上這裡 跟不上這裡 所以這個現在要區分現在 也是現在文明人 還是以前野蠻人 要懂得這個區分 所以我就是常常跟大家講 要懂得區分 不要說 好像 現在人都好像有升天 一直往上走 對不對 我們所具有能力 是以前的人 難以想像 這種所具有的能力 以前有這個難以 他就是神仙 對不對 但沒有資料 以前更有智慧 現在手機都沒有資料 反正說你現在 不得了 現在反正要先 是啊 那你成了先 你還是老講以前 這個地方 像做畜生的事情 那就不對了 所以這個是我反正講 所以我在兩千年就講說 這個 我們現在是走到這個路上 那麼 走到這個路上 有一個特徵就是 1960年 1945年 60個獨立國 現在多少人 這1塊90個 還要增加 為什麼 因為 人的時候長大了 長大它是獨立 以前沒有智能 大家貨在一起 可是現在大概只有智能 我都自由自主 就是什麼 就人類社會長大了 要獨立 現在195 還會繼續增加 那所以現在這個 你在又搞一個大一統 很荒謬 最近 最近 曹董一直在宣傳說 大一統基本上是一種 神經病的思維 對 就是一個農業社會 農業社會 為什麼大一統 因為它是一個沒有什麼 知識和生產力的社會 只能落入牆 所以你必須要弄得很大 不然會被人來吃掉 曹董在 其實在思想上 或者說在台灣的未來的出路上 是比較 是認為說 獨立 是一個 我們一定要走的路 文明趨勢一定要走路 而且是一個文明的方向 對 對 所以你說 我怎麼會站成統一呢 這個就是一個 有關這個 曹董為什麼贊成統一這件事情 因為是 很多 Google Google的時候 很多資訊看起來 就覺得 你可能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本來 準備了這一支 就是說 你是不是像黃國昌一樣 本來是綠的變成白的 沒想到你竟然是 一路走來 始終如一 跟馬英九一樣 一路走來 我都走文明趨勢 文明趨勢是走獨立的嘛 怎麼會想去統一呢 這個 這是很多誤會啦 今天一定要做一個重大的澄清 就是曹董從 三十年前 態度 就不是跟中共統一 對 這是總要獨立 總要順 而且 以前看到全世界最幸福的國家 都是小國家 對 對 荷蘭 荷蘭才一千多人 對 那個比利時 那個 這個什麼 芬蘭 瑞士 小瓜 對 我們在這個幸福國家裡面 還算大的 那在這種認知作戰這些事情上面 中共其實也花了很大的力氣 包括說他對其他的國家 對啊 那我們就 我們就看到前一段時間有一個新聞 就在講那個 那個 那個日本 日本的教科書 就是這個 就是他有 他有特別提到就是說 日本的教科書 將台灣視為中國的一部分嘛 這個是日媒自己示警的 然後是受中共資訊戰的影響 對 這被滲透啦 這一定被滲透 對對對 就是連日本的媒體自己都認為 這是一種滲透的一種行為嘛 確實是 你看 日本應該很清楚 對 二戰的 沒結束的時候 台灣的日本領土 對 經過馬關條約正式簽約的 那個是有國際法效力的 對 好 那麼戰後 戰敗了嘛 是 日本說放棄台灣澎湖的主權 可是在1951年的舊金山合約 日本跟其他48國簽訂合約 日本並沒有說 我放棄台灣主權 我把主權歸還給 中共國或者 中台國都沒有 都沒有 就是一個主權 未定論 對 主權未定論 對 主權未定論 對 以前我們講 人家說很多人不聽嘛 最近是有趣的 普瑞澤講 瑞赫博士講 普瑞斯嘛 以前 美國前那個AIT的主席 他在幫你講 對不對 所以這個 對 這很重要 認識我們 我們平常要講 中共國不得以中共 對 對 希望我們那個 哪一天政府的說辭 也開始有一些修改 對於這些事情 可能會更好一點 修改是因為 國民黨的牽制 你看 那個賴清德講說 兩國富不利屬 馬上就馬上跳樓了 不可以講兩國 兩國是挑釁 要講兩岸 兩岸就在內戰狀態嘛 對不對 兩國才是對的 我們講兩國 才受國際法的保護 國際法的很簡單 碰到這種 國一國之間爭議 第一 它要求你和平 不可以用武力 第二個 它可以有仲裁機構 比方說菲律賓對南海 送到國際法庭嘛 對不對 所以 我們稱國 對我們是有保障的 稱 我們稱岸 兩岸 我們就沒保障 所以馬英九這些人 很惡警 他就是每天 叫你不要去 所以你這樣會挑釁 其實 現在問題在 我講說 2018年 中共修改了憲法 說台灣就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可分開領土 這已經對你宣戰了 你的領土是 你侵占我的領土 說我要拿回來 這也是宣戰的 已經宣戰了 國民黨跟你說 這個… 我們還可以談啊 什麼 我們要怎麼和啊 什麼 其實他是完全誤打台灣民眾 就是 還在講內戰思維 那你看 2018年 更改憲法 就是讓習近平 終身連任嘛 變成土皇帝 那麼土皇帝的話 代價是說 你要把台灣拿回來 所以他這個 立這個下來 不是偶然的 跟他這個終身執政 是相連的 然後緊接上來你看 2019年1月他就講 九二共識沒有什麼 一中各表 九二共識一個中國 對… 一國兩制 這個是配合一步步來的 對… 配合到終身執政 第二個 修改憲法說 台灣就是中華人民共和的領土 他們有計畫一直在做這件事情 對 然後 步步緊逼啊 現在 九二共識一個中國 然後開始 緊急到台 好 現在又來了 什麼 什麼懲治台獨 二十二意見 對… 那個… 對… 就是說你不呼應他的 統一 或者是 你不支持 他在這邊的 這個… 統拜 你就是… 將來你會殺你 對… 所以說 一步一步一步 其實都是戰爭行為 我們這邊還有 還有一些人在講說 哎呀不要惹他啦 不要惹他就不會有事啦 不會…不要去惹一個神經病的一個大國 你的鄰居是一個神經病 你沒事去刺激他幹什麼 大概都是我說 完全錯了 你的鄰居精打細算 已經把你的產權登記在他名下了 所以他… 你不認為他是個神經病 他是個… 精打細算的人 他已經把你的產權登記在他名下了 神經病會做這種事嗎 對嘛 登他名下的時候下一步 他就叫你搬家 你知道嗎 其實台灣情況就是這樣 已經把你的台灣定為他不可分割的領土 下面講就叫你搬家 好了 下面我們現在就是… 把我們的產權簽到他… 對… 我們現在是侵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侵占 犯的侵占 這是他們的想法 對 他用法律戰嘛 對… 這個法律戰以前不薄啊 久而久之大家就認為說 你台灣這些2300人 侵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 是… 很嚴重 這是個重要的 認知作戰上的一個問題 當然啦 對… 所以說那個國民黨還講說 哎呀我們不要惹他 不惹他沒事 這是壞透了 就等於說 他把你這個產權 登記在他的名下 你還有可以反駁的時候 他跟你講 現在不要這樣 不要講… 別人惹他生氣 等他過了時效 你的就變成他了 對不對 從我們在這件事情上面 因為我們知道說 呃… 其實台灣有很多東西 呃… 有很多事情跟美國的態度 有很大的關係 台灣的未來這樣 那… 尤其是美中兩個大的強權 呃… 他們… 這… 這… 這40年來 他有時候好 有時候不好 他影響的… 都會影響到台灣的未來這樣 這樣齁 在台灣整個態度上面 那… 那現在當然是 美中在整個 從貿易戰開始 這樣一路… 他們關係都一直都很緊張嘛 那如果他們哪一天又好了呢 那台灣要緊怎麼辦 嗯… 還是你認為他們永遠不會好 以前… 從1972年 美國… 美國讓那個… 中共進到聯合國 1979年跟我們斷交 對不對 從1979年 一直到這個… 這個… 川普上台 這段時間 是最危險的時候 可是美國從來沒有說 要放棄台灣 是 美國其實… 在1979年 跟我們斷交的時候 同時通過台灣關係法 是 基本上他就是把 一中一台 確定開了 其實美國從1950年那個 韓戰以後 這個… 6月27號 杜魯門宣佈 台灣海峽中立法 所以… DC艦隊開進台灣海峽 一直到現在 台灣海峽中立化 就是美國的國社 從來沒有改變過 所以… 所以… 這個國社呢 不管他跟中國關係多好 都不會改變的 所以說 以前跟中國關係好的時候 叫你不要去講這個事 對不對 那… 可是你必要的時候 他會出來 你看1996年 中國射飛彈 他馬上來了 對不對 現在關於緊張 他的那個巡洋艦什麼都來了 對… 所以呢 美國這方面 你不要聽了國民黨的胡扯 說實話去懷疑美國 美國從來這邊沒有改變過 沒有改變過 對… 所以… 對… 不要說糊塗了 你… 不要逼他認知戰騙掉了 對… 所以… 所以美國都很清楚說 一中一台 而且很有理由說 台灣 是我從美國 從日本那裡挖出來的 跟你中共國民關係啊 這是… 這… 講得非常清楚的 所以普瑞則在講說 馬關… 不是… 就是說… 這個… 卡羅宣言 波斯卡宣言 跟中共國沒有關係 因為你那時候根本沒有成立 對不對 所以… 我們對於那個… 美國的… 不管美中關係好跟不好 在… 在最重要的一個關鍵上面就是… 台灣不屬於中國 對… 在這件事情上面 美國的態度是很明確的 完全一致 對… 只是說在法理上他也不會… 在法理上他沒有那麼積極去支持 但是他們在整個態度上是很明確的 對… 他… 他當時說我… 我中共市場當然很大嘛 美國共識還是可能選官做生意嘛 是… 是… 那你可是在… 美國會不會說 為了… 跟中國做生意把台灣放棄 不會… 不會… 這是比… 比人家做生意… 威脅更高的 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更重要的… 對… 對… 尤其現在更不會 尤其現在AI 對不對 對… AI的話你這個… 要成要靠晶片 晶片90%高階都在台灣 更不可能放棄台灣 我們最後還有一個小小的遊戲 那個… 時間… 因為時間也快結束了 那… 這個小小的遊戲 就是… 呃… 這個… 還是很多同事想要聽聽看那個… 呃… 對… 講事啦 講事不要對… 那你就要講說 呃… 這些人你覺得 給他什麼建議也可以啊 嗯… 可以嗎 來…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這個… 大概有這些人 我們就… 我們沒有要一個一個按 我們用那個… 他有一個… 我們做了一個… 可以按鈕嗎 按下去… 嗯… 我們用那個… 電腦… 你先下去算 那電腦好像… 重要的東西也是你做出來的嘛 是沒辦法的 那個… 呃… 我們等一下看怎麼… 來… 好 這樣子啊 馬英九可以評論一下嗎 好 你先評評馬… 馬英九 你可以指定… 指定要評評的就先講這樣 對 馬英九 馬英九你看 你… 你… 你有沒有提過台灣想過 沒有耶 他… 他以前這個… 講說什麼… 一中可以各表… 騙你嘛 對不對 用一中騙老共 用一表騙台灣 用一… 這樣… 兩邊騙啊 可以… 所謂不同不獨不武 是騙嘛 這個… 呃… 你不讀啊 不讀什麼意思 就放棄主權 對不對 這個… 比方說我這個… 我這個… 手機 我說不是我的 那就是人家的 那我在用 侵犯人家的… 財產權啊 對不對 所以… 主權跟獨立是… 一體兩面 是 所以說… 不獨就表示你… 你放棄主權 放棄主權 一定要… 一定要落到中共手裡啊 那你… 你放棄主權 裡面像中共寫這個 說台灣自我就是中國領土 不是 中國… 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可分割一個領土 這樣講完之後 他的有權來… 只… 要取回他的主權 對不對 所以當你講不獨 你放棄主權 把主權給人家 人家就有權來… 取你 來… 來… 把他的主權拿掉 那就一定會被捅啊 所以… 不獨一定被捅 而且在被捅的過程當中 你一反抗就有武力發生 所以他這個就是… 他是… 這個是一個… 哈佛大學畢業啊 邏輯零分的笨蛋 這個評論這樣 你不獨就一定要被捅 這個我再搶一遍 這個手機不宣示你自己 就是人家的 沒有什麼中間地帶 既然是人家的 你還在用 你侵犯人家 你會被懲罰 所以他講這個不獨不獨不獨 不獨不獨 騙了台灣 好長一段時間啊 對 這個… 然後現在… 現在… 沒折了 叫我們相信習近平 對對對 這個是所有裡面 我認為說 看起來他是最… 好像… 秋彼彼 熊派 我覺得 在你…在騙過… 因為有一次你說有… 被…在… 被… 政治人物騙了三次 然後… 然後… 所以你覺得 最壞就是他這樣 這個是最壞 這個是… 表面上溫柔 他對台灣的人 台灣的前途 是絕對冷血的 一點從行 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我們用那個 快速的那個… 那個… 遊戲來讓那個 曹董做 40秒的那種建議 就是我們… 剛剛那一票人 我們讓他用亂數 下去跑 然後看跑出來是誰 然後讓你… 讓你這個… 給他們建議 給個40秒… 40秒的… 那… 不想建議的話 你就說 這個人… 我…跟他… 沒有話講 來… 來…看一下 那個… 我們就直接開始好了 直接開始給這個 來… 第一個 曹總你說停就停 來 搞定 好 賴清德這個帥哥 來 對 賴清德努力努力 全台灣搞大 全台灣搞大 真的… 真的台灣搞大 好 因為… 賴清德 你看 大陸以前有個統派學者 在講 他講賴清德 那賴清德去大陸 復旦大學幫他辦個演講會 他… 一開始就講說 我是台獨 台灣人有權爭取獨立的 台灣… 台獨萬歲 全場那個愣住 他就是英雄 台獨…那個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對… 所以你今天台灣要 不被中共這個… 吞併 最好的人選就是 賴清德 這樣 可以了吧 剛剛好 曹總果然是經過精算的那個… 好來… 我們看看… 要不要再看看… 好來… 那個… 我們看看第二個… 看看還有… 看看再選… 再選…再選個幾個吧 再玩一下 第二個來… 這次我說好了 好… 停 欸… 許小新 他是住在我們家… 我們辦公室這邊的人 你對… 你對這個人有建議嗎 我… 我認為啦… 現在… 大陸竟然已經宣戰了 他現在不能夠派兵來 他派現來… 在裡面內戰 那… 那… 他就要用一些那個… 紅衛兵式的人 是… 紅衛兵式… 紅衛兵式… 就是什麼… 革命無罪… 照反有理… 許小新兵來就是… 我… 打人殺人都無罪… 因為我是… 喔… 我是把中… 中華民國摧毀啊… 啊… 就是… 就是… 就是這個… 就紅衛兵嘛 所以… 他認為… 他比較像是一個紅衛兵 就是紅衛兵 我們再… 兩個好了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再來… 再來… 下一個… 再選下一個 曹總你說停就停 停 欸… 什麼呀… 這跟你合作… 對不對… 對… 沈柏仁是… 要保台抗中… 他是大將… 是… 他是絕對不能缺的 你看… 沈柏仁當時就有… 就是說… 我們如果是… 萬一… 中共開戰 我們怎麼樣… 減低我們的傷亡 是… 那麼… 增加我們戰後的… 復原的能力 所以創造了… 黑熊學院 其實幫大家怎麼樣… 呃… 比如說這個… 避難啊… 去哪裡避難啊… 怎麼樣… 準備什麼東西 他… 訓練黑熊學院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康共保台的一個… 基本的動作 所以… 我就全力支持他 是… 這是台灣… 必不可少的… 中間人物 好… 相當正面而且相當重要的一個人 這是… 深受… 曹董喜愛的… 好… 那個… 來… 這個… 這個換我喊… 來… 我說停就… 來… 呃… 停 欸… 這… 阿川… 因為他正好是我們節目主持人 對… 阿川… 現在也是… 我們將來在認知戰 這個… 抗共保台… 重要… 非常重要的人物 是… 他… 他這個… 其實他的… 血力很高 程度很高 可是他願意… 放下身段 然後… 走近群眾 然後… 來… 號召大家… 激起大家的保台的意志 然後… 清除一些牛鬼蛇神 阿川… 讚… 對… 這… 這… 很了不起… 這是我們… 抗共保台的動良人物 重要的那一種… 讚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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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來… 所以那個… 既然那個… 曹… 曹董都能夠支持了… 希望那個… 曹董也支持王毅川的節目 能夠贊助… 多贊助一些… 哈哈… 王毅川怎麼樣… 王毅川在我這邊有開節目啦… 他有一個叫做國會特徵組 專門在介紹國會的一些… 在講國會的一些亂象啊… 跟大家講… 講課啊… 什麼這些東西的… 其實他… 一集… 一個禮拜開… 開一集… 也都在這邊錄了… 他就在這邊錄… 然後就在… 我在… 我在把這個東西拿給你看這樣… 好… 來… 再來… 還有啊… 還有… 這很快吧… 這個… 還可以… 還可以再做… 來… 那… 你說停啊… 你說停啊… 你說停 韓國瑜現在院長了… 對… 那… 韓國瑜現在這樣子啊… 其實… 我們其實… 對他的那個… 底細… 並不是很清楚… 對… 他是在… 他跟那個什麼… 很多人都是… 去… 在… 中共那部念書的… 對… 北京那部念書的… 他… 他有… 我不知道有什麼學位啦… 他就念書了… 在那個念書當中… 當然是… 完全接受那邊的… 呃… 觀念的… 所以說… 他… 基本上… 呃… 應該是… 被… 中共吸收的外圍分子… 有… 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對… OK… 我們… 再把它… 已經快完了啦… 小說就把它走完… 來… 呃… 預備… 開始… 呃… 閉著眼睛… 停… 呃… 你看黃國昌… 正好是拿這隻… 衝的… 從綠色變成白色的… 這個人這樣… 對… 黃國昌… 我… 黃國昌…我… 人不熟啦… 不過他… 現在… 可以講說… 他當時… 是… 靠太陽花學運起來的… 是… 在太陽花學運裡面… 他現在沒有朋友… 沒有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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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些… 所有人對他… 老實講都是… 非常生氣啦… 嗯… 那麼你… 你現在… 以前是太陽花等於說… 在…在… 在保護台灣嘛… 是… 防止經貿侵略嘛… 是… 那現在… 中共已經… 對我們宣戰了… 是… 全力在… 在… 在… 在國會裡面… 就要… 你搞亂台灣… 對不對… 在中國的… 很高招啊… 他們見到王富林… 王富林… 這很…很厲害的… 那… 你現在… 替他們做幫兇啊… 所以… 所以… 在…就是… 他的角色… 比較像幫兇的角色… 我們最後一個啦…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呃… 曹董喝完水以後… 說停… 就停… 來… 好… 曹董我們最後一個… 您說停… 這個… 你有訪問過他喔… 對… 美金… 美金… 當然… 這個是… 也是台灣非常重要的 他被… 他被列入大陸的城市名單嘛 對對… 我是不用列入城市名單 我是因為… 當然… 當然死刑 所以不用懲戒 那麼… 他其實對我們的… 美國外交 做得非常之好 對不對 所以是那個… 我剛才講的大陸學的李毅講說 蕭美金在美國 抵得上… 一狗票的這個大陸… 中國的外交官 好… 第二還會講英文 好… 尤其有文明程度 好… 這是… 中國這些外官沒辦法比 是… 是… 他是… 確實是一個… 是一個很認真 而且其實是 對台灣貢獻很大的一個… 外交官 外交… 在駐美的過程中 對台灣有很大的一個幫助 好… 我們… 謝謝… 曹董那個… 呃… 耽誤了曹董很多的時間這樣 哈哈… 真的謝謝… 完全是在我們這邊開一個節目啦 這樣OK OK… 謝謝… 謝謝…